夜间行车被锁喉 竟是原因不明 警方抽丝拨茧 发现马路杀手 飞来横货谁买单 法官现场勘验 为锤落的线缆寻找主人 杨林山是毕山一家装修公司的员工 2021年7月的一天晚上 杨林山参加完朋友聚会 驾驶摩托车回家途中 突然行驶中的摩托车翻滚倒地 杨林山直接被甩出五米远 滚了大概几秒钟 后来就说不出来话了 我事发过后 有一个多月都没有说过说话 当时杨林山被甩出了五米远 摩托车也翻滚侧滑到了十米海外 趴在地上的他想要呼救 后却发现 无法发生 当时我出气的声音又很大 是这种 是这种声音了 当时晚上十年过去 我们姑娘都坐下坐 那昨天我就把 摩托车上不让我都出来了 我今天就发生了东西 我都吃了老口吃了卡 你看到这个是那个手机 摩托车都在放下来电动一下 杨林山很快被送往医院 经过诊断 杨林山伤情确诊为 闭合性喉挫伤 生带麻痹 颈部皮肤裂伤 多处挫伤 鼻咽部病变 起初民警猜测 会不会是因为杨林山车速过快 导致了摩托车的衰落 但是通过查看现场痕迹 他们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 现场除了摩托车的一些碎片外 没有其他车辆的痕迹 所以警方也排除了摩托车 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的可能 在事故现场 几根电缆线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判断 让摩托车摔倒 并最终导致杨林山被割喉的元凶 就是这几根电缆线 而这也与杨林山的描述 12月18号11点多钟的时候 经过大陆那个街口那里 那里的那个路灯 时亮时不亮的 那个线就有几 接着那种电缆线掉在办公上 然后我看见的时候 已经反应不过来了 看见了已经在我眼前了 然后就把我的脖子勒了 当时被雷昏了 街坊们说啊 这些电缆架设已有十多年了 涉及数家运营商 现在真不好确定到底是谁家的电缆 上面消息 当晚由于事发突然 加上是单方事故 且小杨伤势不明 交警为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 后来小杨的家人闻讯赶来 将其送往当地医院 根据现场监控警方梳理了案件的大概时间线 案件发生的时间是7月18号0点9分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电缆线 却是在20多分钟前就已垂落 按照报警所的 他从11点接他孩子回家 那时候路是好的 经过那一个多小时的路上 看过了些车 最后囚定了几个车 其中一个车是一个大车 那这个大车 它的高度肯定没得失眠的 它就没得拉东西 因为其中从车子上面下了一个驾驶员 驾驶员之后就把那个线拖起 把它拖住之后那个车子过了 但是没有跟每个线挂了 不排除前面大货车 将它挂落之后 那个电线往下面掉的低一点 它通过的时候 它把门搞通过呀 但它走之后线还是要掉下来呀 对吧 说不定经它这一挂的话 这个线呢会更松啊 因为它跟那个线 没接触 没拉断 你怎么找不到人家 只是说还没报警 最多年的时候 它我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时也没想起这个事情 跟我没关系 它就走了 这场事故直接导致杨林山喉部和声带严重受损需要入院治疗 且出院后仍需不断复查 杨林山说那一段日子太难熬了 之前那几个月过得真的太难了 那个这么长一根管子 每天还要自己清洗 从这里 这个气管这里拔出来 然后清洗了 然后又放进去 每天都要这样 就是夏天怕它被感染 它疼起来的时候 咳嗽的时候 咳得有些时候 这个气管 插的气管都会被咳喷出来 我现在不光说话 我说久了 喘气也特别厉害 就感觉比平时的人要累一点 我也问过医生了 他说你这个属于声带不动了 就是相当于你说话 就控制不了气量了 然后就会这样 这个就是不可逆的 以后永远都是这样了 住院期间 杨林山算了笔账 包括医疗费 物工费 营养费 护理费等各项开销加起来 自己起码垫付了四五万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 事发一个月后 杨林山来到当地交警部门 试图还原事故经过 核实情况后 交警部门出具了一份事故证明 其中在明2021年7月18号0点9分 杨林山驾驶二轮摩托车 从巴塘往大陆方向行驶 当行驶至重庆市壁山区 大陆街道南街159号路段 与横跨道路 悬载半空中的光缆线相挂 造成车辆受损 杨林山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 为什么没下车 首先晚上 驾驶会还看不见 那肯定走街之后 一哈挖到上面下 就已经出现这个人的事故 你说是人家伤的问题吗 因为是晚上 灯光不是这么好的情况下 不能跟人家画画 你说怎么跟他画折 跟他画 你找现的折托吗 找不了现的折托 那你画这样的全折也不可能 只能说 事故成因里面是 证明有这么回事 随后经司法鉴定所鉴定 杨林山目前轻度发生障碍 轻度构音障碍 属于久急伤残 其伤后物工期限为75天 护理期限为90天 营养期限为75天 为了讨个说法 杨林山找到了电缆线所有者之一 某通信公司 该公司一位负责人答复称 伤者骑摩托车室 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的路况 自身有责任 杨林山不服气 当场拿出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 可这家通信公司依然不认可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我们又不懂 那些什么 就直接找到律师 到交警协商了无数次 但是最终对方只愿意赔几千块钱 所以就协商过 那个案件的争议比较大 第一个是 首先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受伤者 他本人应该在本职事故当中 承担多大的责任 这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然后如果说 这个大方向我们定了以后 剩下的责任由哪期公司来进行承担 这些公司在这个当中又划分多少责任 这也是要 双方都是有争议的 所以争议比较大 然后设计的单位比较多 那么就可能调节的难度就要大一点 杨林山认为 自己之所以会受伤 是因为掉落的线缆 妨碍了他的正常通行 而作为线缆所有人的几家 涉案通讯公司 未能对掉落的线缆尽到管理和维护义务 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 于是2021年11月 杨林山一纸诉状 将线缆所有人告上法庭 要求4被告赔偿其损失30余万元 主要就是杨林山家庭的小困难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 他只有一个妈妈 然后他经济非常困难 我们希望这个案子尽快判决 毕竟他的医疗费用 4个公司也没有进行颠付 都是杨林山释出借钱资料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案子尽快判决吧 回复他的做法权益 承办法官莫婷婷 接到案件后及时月券审查诉讼材料 对当事人速遍主张理由及案件事实 进行全面了解 初步确定了案件的争议焦点 理清审理思路 杨林山他虽然是驾驶摩托车 在道路上行驶 但是造成他损害的是电缆线 不是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个人和单位 所以说我们认为本案的案由 还是搁置物 悬挂物 脱落 坠落 致害责任 法庭上杨林山认为 自己确实是被被告所有管理的线缆刮倒 才导致受伤 并提供了事发当天交警队出去的 接触警登记表 及调取的现场刊演照片为证 被告则认为 除警登记表记录的内容是原告单方面陈述 另外据了解事故现场有多家运营商的线路 只有其中一根线缆为各被告所有并管理 并且从原告提供的照片来看 无法确认掉落的是否为被告所有并管理的线缆 这些当裁则说没有什么配管考证 事故现场有哪些公司的线缆 应该有配管整体来採用 而不是文字里面 平时的人口里面有任何线吗 还在这 我搞了这一行的代理人行 如果有个线 线这都还在的人 是不是有 上次我又跟你们说了 如是成所 如果是不如是成所 我们警察是 可能会进行处罚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事故发生以后 你们有没有在这个事故 发生现场的这个电纜上 增加你们的电纜 或者减少你们的电纜 这个维护的时候 我们要增加 减少是怎样的 然后他们 维护是什么 没有你们电纜 你们为什么要去维护呢 我们没有说他没有我们的电纜 也没有说他没有我们的电纜 不是联盗去上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人都看见了 比如说你单方的 人家不认 你不认 是吧 原始视频拿过来就行了 你们现在去看 也是事后的一个现场 他去看也是事后的一个现场 哪里有事情吗 你说 他自己迅速现场的事情 那个键 在空中的键 连到墙上是哪家公司的盒子 很明显的 这个联盗在里面没有去做 他们的决定责任这么简单 那我先问你 你们有增加或者减少您的电纜没有 说一下 一个多月进行的维护 具体的维护方式 我不清楚 那你出去核实一下 有没有增加或者减少电纜 三天以后 三个工作日以内大部分 好吧 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维护方式 我应该是 我们的维护的 艰难的 你听我说啊 好吧 你应该如实回答反对的问题 好吧 这是你们如实陈述的一个义务 这有没有增加有没有减少 这个马上就能核实出来 阿通行运营商对造成杨林山损害这个电纜线 是否有他们家的电纜线 他们是不置可否的 然后经过我多次询问 他们依然不置可否 也没有给我一个确定的一个答案 你认为他们有什么意思 他们认为这个举证者人应该在原告 而不是在于他们 然后我在庭上也告诉他们 在庭上应当如实陈述 多次进行一个法律证据规则的一个讲解给他们 在第一次开庭时 四个被告对四孤弟是否有其电纜线 根本不做出正面的回答 有还是 2021年7月的一天晚上 在重庆碧山区 杨林山驾驶二轮摩托车正常行驶在道路上 被垂落的通讯电纜刮倒 事故至其受伤并留下后遗症 由于是单方事故交警赶赴现场处理时 未出具事故责任任定书 此后杨林山踏上了维权之路 交警大队救了一个事故原因不明 然后作出一个事故原因不明 导致本案就没法提取审 事发当晚 我们毕山区没有发生大型的 自然灾害型的那个天气 也就是说没有大风大雨那些 那我们的电纜线很坚固很牢固的 它都有那个干湿绳进行护着的 如果说不是没有强大的外力 它是不会 它是不会断的 这是我们一个成疑的地方 那我们认为本案的事实 不够不起 首先对电脑调判的原因 没有任何证据 有比起于运营吗 第二是对原告 当时骑行的速度 没有进行合理的任何证据 再次发现 有一货车被 那个电脑进行了合理的避大速度 而同案原告 驾行的骑行的摩托车 却没有避大发展线 可见原告骑行的速度 高于前一辆货车 另跟骑在服务里面中 所自认的三十万作员 这个案件发生于凌晨 零时 就是很晚了 就是它骑了摩托车 当时它到了以后 就是被挂了以后 就说没有做 是否酒驾或者醉驾 那个检测 但是我们到现在 没有看到这个检测 就是我们公司 可能对这一部分 有一定的意义 就是说这个案件事实 是否需要查清 就是有这么个意义 因为无法明确七八根 电缆线中究竟哪一两根 是造成它具体受伤的 对应的哪个公司 所以说这一点是明确 明确起来比较困难的 就是最大的一个争议 那这么大一捆 一捆那种吸血 我知道现在你找我去找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 那个我是吧 我就觉得相当不合理 这种分明就是退卸人 关于几方被告所提出的 怀疑电缆线掉落的原因 是大货车挂落所致 以及杨宁山是否有饮酒嫌疑 还有当晚期驾驶的车所 如何等问题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法官依据职权来到交警队 调取相关笔录和证据 我先去您讨厌 就是上次联系过 用了联系一下 这个灯什么灯 刹车灯 它是转转弯的 转转弯的 转向灯 转向灯 它比较轻轻轻 而且时间 而且开得很慢 转弯的时候可以打转向灯的话 这对它当时的意识是很清晰的 也是很清晰的 而且车速不是很快的 从现在看来车速也不快 他很对待 人家真正常会不会在这个炸车 你把网络的车就打转向灯 他现在转转 现在他要转转弯 那何警官从那个笔录里面可以看出来 这个杨立桑之前还有一个大货车经过 有用这些相关的视频 对的 当时有一个大货车经过 我是初步调到楼下看了 实际也没保存 这个地方只是保存了 他们那个事物的经过 因为他们的货车是空来 没装过 空车 二货车都没达到四面 同时那个线肯定已经掉了一部分了 已经 然后跟他车子 能够车都过不了的话 那时候脱去 大概就是 应该是低于3.8 应该是低于3.8 他的大货车 一般都是3.7 3.8 法官查阅了杨林山的病例 病例显示 杨林山入院时的血液测试里 并没有抽出酒精含量 被告也没有举施证据 证明杨林山当时是一个追酒的一个 饮酒或者醉酒的一个状态 上述证据的调取回应了 被告对案件的相关质疑 但在承办法官莫婷婷心里 还有一件事需要确认 因为本案的被告是四个通信运营商 其中一个通信运营商 并没有参加本案的庭审 要确定造成杨林山人身损害的 这些电缆线当中 是否有他们家的那个电缆线 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为了确定这些电缆线 是否有缺席的这一家通信公司的电缆线 法官决定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来确认造成杨林山人身伤害的 这些电缆线里 究竟有没有缺席的这一家通信运营商的电缆线 夜间行车被掉落的线缆刮岛受伤 是自己行车不谨慎 还是线缆所有人管理不到位呢 最终谁该为这起事故买单呢 从个人角度 我还是比较同情原告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90后的一个小伙子 现在他的声音声带声色都受了影响 其实对他的人生影响还是挺大的 然后等案中原告 他本身他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他驾驶摩托车 那个摩托车的视线应该是相对于货车 他的视线是更好一些的 因此在他前面行驶通过的货车都对电线进行了合力的避让 那么这个摩托车驾驶员原告 他在行驶路过这个事发路段的时候 他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是更加的容易去实现 但是他本人当时在发生事故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他本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我们勇于承担这个责任 没问题 但是我们只是要求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到底是谁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那么如果法院判决我们公司管理公司 他要承担需要承担责任 我们肯定不会推动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本案中原告杨林山无过错 侵权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即由四家公司分别承担25%的责任 根据民法典1170条的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 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由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不能够确定具体的侵权人的 由行为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而本案没有证据显示 是具体是哪一家通信运营商的电纳线 勒住了原告的脖子 所以本案应该由四家通信运营商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各方不服判决遂上诉 2022年12月12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案中当作堂办案没有结果时 田间地头就成了第二个审案现场 重庆碧山区人民法院 碧北法庭的法官 在案发现场寻找案件真相 深入群众中间破解难题 把公平和透明体现在办案每一个环节 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 本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